考试考得怎么样啊 就撸猫 喊什么喊 正所谓大考大玩 小考小玩 真有好事 最后台放松一下 乍着说了 你有什么自和成绩 不知道今天小学知识多难吗 我今天作业你看得懂吗 就拿这题来说 来 你会吗 你永远是一边 你看人家叶姐妈 整天为了她学习 她却把后子伺候着 还有你 我怎么了 你看人家嘟嘟爸妈 每个家庭都带她出去玩 世界各地走 所以人家地里满分 所以说嘛 就你俩这表现 我这成绩 就已经算是出类拔萃了 那个 我儿子还是我帮走了啊 你好好休息 好了好了 你们的同意 我信脸了 其实呢 儿子我还是挺优秀的 这不快过年了吗 这几小子你们俩听话 怎么一家人秀子 都不是挺奇怪的吗 哎呀 还是你对妈妈好 nice 铁膏 铁膏 枣膏 驴打股 好吃的 老好吃吧 一笔没写 卖铁膏是吧 嗯 我成全你 先搜刮一下 家里的坚果 很好 我双食一屯了不少 就需要再买点糖果 就可以 看着了 铁膏有两种 这样的五块 这样的一百块 看了这些原料 这价格 也不贵嘛 我做了它 倒是不难 看着就三步 第一步 坚果溜的混合鲜 颤回均匀 十斤的 第二步 是熬糖 别就四样 白糖 蜂蜜 重点是麦芽糖 最后是水 最后会匀了 大火煮开 再转小火 筑成绵密的小泡泡 两指之间的拉丝 就熬好了 准备到了啊 哇 干净的翻拌 让每颗坚果都裹上糖 一二 走你 倒个大容器里 再蒸油纸 牛 裂 压平 不然切开会散掉 反正会倒扣 最后一步 也是最花龙顶巾的 那我做的装饰 虽然跟传统那个不一样 孩子们的喜好 我最懂了 这上面 可全是他们的美好 哇哦 我这彩虹切糕 能卷死路边摊了吧 黄小琪 走 摆摊去 哦 终于到了 来吧 看看你的表演吧 你先让我尝尝好不好吃啊 哇 贴糕 你尝一尝 好吃吧 嗯 干什么 来 切 切糕 切糕 买切糕了 快 我要错过 你这好吃吗 你这个 哎呀跟你说 老好吃了 你再不买 我就吃光了 刚才喊的声太小了 你肯定没人买 你这样你给我一块 然后我帮你喊 真的 好吃吧 好吃 试试试 啊 啊 切糕 切糕 切糕吃 你继续 你来吧 你在 你来吧 so y-o-u-u-u-l-l-l-b-e-l-i-k-e-t-h-e-m 哇哇哇哇 快成功了 登登登 快快快 太成功了 哦 离远一点 看不清啊 我的妈呀 只有我自己知道有多不容易 第十一只烤鸭的成功 那还得从国外邻 爱吃烤鸭说起 北京烤鸭当然了 当时我就决定 必须做出饭店那种 当天就下班买了烤鸭炉 我以为买了炉子 那都不存在翻车了 然而 现实却是 被狠狠地打脸了 这时候我儿子说 你就放过鸭子吧 一个字 绝 不 当我第八只失败后 我决定不能闭门造车了 于是我跑到这家 黑正路餐厅来做 啊不 来请教 这个鸭子大概有多重呢 嗯 你都会讲 这我虽然知道 我烤不云烤黑 臭不塌陷 这大概问题了 品尝了他家的招牌 黑松露烤鸭 那入口美妙的丰富口感后 瞬间被惊艳了 我就要做他 首先买鸭子 又跑了很多地方 终于买到了这种 侧开烤的鸭子 必胜 也终于搞清楚了 传统烤鸭和素不腻的区别 我之前的缝 塞 吹气也是传统做法 而素不腻不需要 烫皮晾干后就直接上脆皮浆 这先调个淀粉糊 前面翻车都是刷的脆皮水 脆皮浆的步骤多一点 醋是需要大红折醋 跟麦芽糖一起煮开 再把淀粉糊浇进去 搅匀是这种粉粉的 挂浇了挂浇了 多浇几遍 大概量一个晚上再加个半天 脖子下面也不能放过 然后就把炉温升到200度 这玩意就跟烤箱似的 脾气不一样 不然我也不能烤黑了 所以通过不断的试错 我这最佳温度是 就控制在200度 凶厨偷偷看了一眼 应该很有希望 最后烤到90分钟的时候 天都可以了 快成功了 终于做成我想要的样子了 主要就是吃这个鸭皮 我得把这个皮都炫下来 现在这小方块 现在真的超级开心 看这四则 总共也就切出这么多可用的 我还特意买了米糕 顶花带出了鲜黄瓜 纸起葱白 都切成一样大小 按顺喜叠加 其实这些配料 我早都已经准备好了 就待此时 重点是鱼子酱 这就是最后的成品了 这是历时一个月 第11只的椒 太不容易了 一口八十 先干没劲 太好吃了 我给烤炉师傅吃一个 好好好 我给你拿 妈 不做食 妈 你天好开心啊 为啥 你忘了 今天520 我一年就盼这一天 可以出去吃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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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快走 炸 啊 怪不了我了吧 啊 咱们就只能在家自己复课了 吃在床腰区 好多快递都不发 所以我只能买到这种高颤腐了 那个做法和口味 我是更新意识评价 嗨的 您这样说口感 真的鸟为没多疼 那我就用这个方法改良炒个口膜吧 最后放两勺面粉 把这个汤汁收一收 这个蘑菇酱就做好了 酥皮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那个蛋挞皮 全都给它揉到一起 揪成两个 一张杆薄包占粉牛排 另一张用那个拉网刀拉中网 盖到最外边 收收边 先用烤箱180度15分钟 拉出来刷个蛋液 再220分钟 这才对嘛 最后摆个盘 你看 这跟原版挺像的不是吗 那我可以去看吃吗 可以了可以了 你俩吃吧 哦对了 快手616实在购务节就要来了 5月20日至6月18日 上快手搜索616 20亿补贴 实在送 平台好食物在购 和我感受实在人 实在货 实在嫁 这找点仪式感啊 咋 咋俩约一半啊 讲讲恭喜了 这一半是你 咋 这个就归我了 这算什么 哇 传说中的蛋糊 慧英顿 哇 切到肉了 更好重 没吃五块 斩着肚子 馒头 这这么好吃啊 爸你那边也吃啊 那边也不错啊 我哪想吃呢 这基本才对嘛 是吧爸爸 这还真够实在的 妈我可告诉你 这可是我毕业季 最后一次和同学交友了 我可告诉你啊 这是你最后一次模拟考试了 交友面当你可以用点心啊 好几个同学都点名 要吃你做的了 你可不能给我对着啊 这模拟卷子 你用点心做 这回头妈妈要是聊起来 你可不能给我丢人啊 这句话怎么听那么耳熟呢 交友便当 哎 但是冰箱里只有芝士啊 不过这冰箱半包半包的芝士 正好给他们做个芝士主题 芝士小真高 简单又做又便于携带 这些材料连同芝士 搅一搅 再打生花就好了 等它静置半小时的时间 再做个芝士麻薯条 鸡蛋糖 个冷匀 这个啊 用芝士片 这样让软化和进去 个个搭搭搭也没关系 粉类筛进去待会儿 再裹个筛就好 关键是搅拌手法要画索罗 没画开的芝士啊 用勺子压过去 然后就可以装表花 再往烤盘上寄条条了 刚好带好糊也精致好了 烤盘双个油 面糊倒入八分满 蒸糕和芝士条 就可以同时倒入 蒸箱烤箱了 最绝对油的便当 也不能光吃点 行啊 所以给他们一个豪华版炒年糕 就是要多多准备的食材 才好吃 年糕也要多多的 还是辣酱的咸甜口味 我家那个神兽是超爱 调味的关键 还有帮便面料包 最后把剩的芝士 全部放进去焖一会儿 哇 这个便当带过去 我得蝉枯几段 蒸糕也好好看 超级松软 还有芝士香 听声音就知道芝士条 烤得贼脆 你的焦油便当做好了 一二三 怎么才三种 别人都能做四种 就你做三种 你平时就不能多努力点啊 哎不是我 你一个 我一个 你一个 我一个 你一个 我一个 你这分店这么公平吗 我这分店有什么问题吗 加入糖半鸡红食有段位 青铜 直接啃一口 挖一勺白糖 西红柿切块 撒白糖 大勺铲着吃 一个西红柿 屁股切一刀 不切断 顺着削皮 就跟削苹果皮一样 收 然后转圈圈 转成一堵花 先放一边 熬个糖衔 不要搅拌 熬到琥珀色 倒到刷了油的盘子里 等它冷却个九九八十一秒 边缘缠起来 满满 踢踢踢踢 滚中 我们能赢 等定型了就可以 松手了 糖杯 刚才下了皮的西红柿打碎 到糖杯里 就是黑珍珠级的糖半西红柿了 如此糖半西红柿 玩来的 S want a time吗 锅里剩的糖 加热下 圆环摘一下 扣到刚才的番茄花上 拉 打死了 没关系 再来一次 拉出一点点 再来一次 不行 继续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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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拿的好高啊 但是破的 Eventually 齐齐齐 哇 好高啊 别担心 塑料糖衣围绕着西红柿 才是米吉林奇的吃法 真的 真的 你确实 倒了 担理 然后 我 过尊